对于光展区的这个幅园 它的设置的地点 我相信对当代艺术熟悉的朋友 应该并不陌生 这其实就是在过去这20年来 在台北常常举办当代艺术的一个区块 我们从复兴南路到光复南路 然后从市民大道到这个仁爱路 我们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 在这边设置四个中型主灯 已经超过40件的艺术路电的作品 这次四个中型的主灯 它错落在整个台北东区 创作的背后的想法 主要是希望从赏、乐、共、足 来作为这次创作的依据 艺术家陈一杰创作的安安 陈一杰他使用了这种 Gobo灯的投射 让现场沉浸在一种用植物 以及昆虫所组成的一个沉浸式的剧场 《出光之药》是由艺术家蔡小奇 以及吉川工业他们所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借由两位艺术家 所创造出这种缤纷、灿烂、斑斓的空间装置 在延济公园里面以树木作为载体 让这个作品像星空又像花虫一样的各自闪耀 呈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 这个作品叫《融融》是来自于墨西哥的 Lua Rivera 对艺术家用水来象征着人文与城市的发展 油水共融这样的概念 而在这种油水共融所产生的彩虹波光 也象征着台湾在文化上面 在移工、劳工、原住民 还有更多包含同志人权议题上面 带来的一种共融跟包容 《仁爱凡城》是由艺术家范城中 所创作出的一个空间装置 而这个作品是以一种木结构 张起树面错落的缠绊 它象征了台北作为台湾的一个首善之区 一个现代化的地方 有各式各样的建筑与会 在这个城市里面展现出来 台湾的灯会 可以有23年重返到台北市 然后当初施政务的规划是在信义区 跟国附纪念馆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大巨蛋 那时候我们因为东区正面临没落 那我们争取一下灯会来到东区 把整个灯会引入到东区的巷弄内 让大家能走进巷弄 看到东区的巷弄文化 东区台北是一个经济中心 其实主要是在台北生活的人 都知道东区这个地方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甚至于上班族甚至家庭课 我们是一个很包容性的一个商圈 所以我们挑选了40家以上的店家 去做艺术路电 来呈现每个店家不一样的风格 我欢迎全台湾的大家 在2月5号到2月49号 一定要来台北东区信义区 让大家知道东区的美在哪里 这一次在整个台湾灯会在台北里面 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区块 就是我们的艺术路电 我们结合了台北市政府 商业处的推动 也是希望借由当代艺术 这种具有创造力 在视觉 美财 以及想法 让这些艺术家可以进入到我们整个台北东区 具有特色的这个店面里面 来自于加拿大的Liam Morgan的作品呢 是设置在Bolvin杂志图书馆 这个作品非常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发光的球体 它会在空间里面360度的旋转 仿佛看到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月光 在我们面前展示着 来自于日本的艺术家大总麻子的作品呢 它设置在Round Run的一个陶艺店里面 那这个作品呢 它是一个非常大面体的一个空间装置 艺术家呢 在街头赋予光炸片的概念 仿佛就像我们童年的欢乐回忆 也让东区这种街道巷弄呢 有了新的一个面貌产生 艺术家王振伟 他这个作品呢 是设置在东区的骚豆花 跟Homis Cafe的空间的墙面 王振伟的作品运用了这个瓦压条 所形构出的一个户外空间装置 仿佛那个色彩像是一个瀑布一样 从墙壁里面挥洒下来 从远处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作品具有一种动态 也看到了色彩 随着我们人的行进过程当中 它一直不停地变幻着 艺术家陈若涵 他的作品呢 是设置在东区的美好日子咖啡 那艺术家呢 藉由他在纸雕创作的特色呢 将东区的意象都剪到了他的作品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艺术家布局了20个 拿着美好咖啡的公主王子们 让观众可以随着他们的这个步伐 像是寻找彩蛋的一个经验里面 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东区 艺术家陈梓颖被邀请到的空间 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法郎叫Flux 那这个作品呢 叫Light Up and Down 它的组成包含了敲敲板 水泥球体跟吊灯 而这个作品呢 它会随着灯的亮起 敲敲板呢 会倾向到灯的一侧 那当这个灯慢慢熄灭的时候 敲敲板呢 则会倾向导到水泥球体 所以这个作品有趣的地方是 藉由这样的空间装置 我们看到了光的一种重量 我们知道灯会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在华人的社会里面 千百年来都一直是 我们文化里面的传统 我们也希望能融入 当代艺术家的创意 结合传统灯会的概念 展现出一个属于这个时代 2023年台湾这种最具有创意的灯会 在大众面前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欢迎亲爱的大家 一起在2月5号到2月19号 来台北参观我们最精彩的灯会活动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